仙武同修 第26集 想要逃走应该比较容易 这样一来 玉兰表姐也可以得到逃跑的机会 看着萧尘飞奔而去的身影 黑衣人深吸了一口气 将体内的五魂重新凝聚 脚尖一点身体离地而起 朝着萧尘的方向追了过去 这个黑衣人的目的 只是要拿到魂血玉 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么既然魂血玉在萧尘身上 就不用再去管萧玉兰 此刻萧玉兰的脸色苍白无比 看着萧尘离去的身影 她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 手中握着断水剑不停地颤抖 脑海中如天人交战一般 到底追还是不追呢 她自然知道 萧尘将黑衣人引开 就是为了给她留下逃生的机会 以这名黑衣人的修为 两人合力也不是她的对手 倒不如一人将其引开 留下另一个人 如果现在真要追上去 那么就白费了萧尘表弟的一番苦心 可是如果自己真的一走了之 那么她怎么也不相信 重伤刚愈的萧尘 可以躲过黑衣人的追杀 这让她如何心安呢 与此同时 七角山内的某座萧家驻地 萧家三长老看着天上乍然绽放的三次红色烟花 脸上的眉毛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通知下去 所有五十以上的萧家子弟全部集合 另外找人下山通知大长老 就说大小姐遇到了危险 叫她将柳长老请出来 要快 手下的众人从没见过三长老如此严峻的表情 他们历时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纷纷行动起来 一时间七角山内暗流涌动 风云变色 看着身后追来的黑衣人 萧尘他觉得郁闷无比 一周之内 两次被大武师境界的武者追赶 这也太悲催了吧 不过和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他基本没有消耗什么元气 想要甩掉身后的追兵还是蛮简单的 只要连续地使用雷顿术即可 但是现在他却不能这么做 要是一下就跑没影了 他怕着黑衣人回头 再去找萧宇兰的麻烦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只能跑跑停停 不断地把身后的黑衣人 往七角山的内部引去 萧尘刚准备再次使用一次雷顿术 他的身后突然间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他的心中顿时涌出一丝不妙的感觉 立刻神识外放 他看到了和黑衣人战斗在一起的玉兰表姐 千辛万苦算好的计策呀 没想到玉兰表姐还是跟上来了 萧尘的心中苦笑 这回还真是避无可避了 那么既然如此 那就站吧 萧尘的双眼之中射出一道决然的目光 他踏着步子快步回身赶去 大武师真的就是不可战胜的吗 希望表姐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 心中如此想 等萧尘赶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萧玉兰的嘴角挂着一丝血迹 脸色苍白地持剑站在原地 而那名黑衣人的脸上露出了极不耐烦的表情 再次击退萧玉兰之后 就想转身离开 他一只心系浑血玉 根本无心与萧玉兰纠缠 只见萧玉兰将嘴角的心血擦拭干净 手中握着断水剑 眼神坚毅地看着眼前的黑衣人 他奋力地发出一道红色的剑芒 朝黑衣人击射而去 只见黑衣人轻轻地一挥手 硕大的石人花再次出现 张开去口之后嗡的一下 便将红色的剑芒直接吞噬进去 这个人的武魂简直是萧玉兰武魂的克星 你自己找死 怪不得我 黑衣人冷哼了一声 身形快步向前 很显然 黑衣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和萧玉兰纠缠的耐心 想要下杀手 轰 一道闪电划过之后 萧玉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萧玉兰的前面 那名黑衣人 被这闪电和突兀出现的萧玉兰吓了一跳 向后击退了好几步 萧玉兰表弟 你 你怎么来 萧玉兰苍白的脸上升起了浓浓的疑惑 很显然 伴随着闪电出现的萧辰超出了她的理解和常识范围之外 萧辰苦笑了一下 她并没有回答萧玉兰的问题 拿出了一枚回气单递给她 唉 我以为表姐不会追过来的 这枚回气单虽然不能疗伤 但是可以快速地恢复元气 应该还是有些帮助的 快吃了吧 萧玉兰接过了萧辰递过来的回气单 脸上她不解知情变得更加浓郁 这萧辰表弟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无忌了 而且这丹药又是从何而来呢 此刻的萧辰大概可以猜到萧玉兰的想法 只是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 可觉 事后我还有命的话 再向你解释这一件 现在借你的断水剑一用 没有任何犹豫 萧玉兰把剑交给了萧辰 虽然明知道萧辰肯定有事瞒着自己 但是萧玉兰对萧辰还是很信任的 她肯为了自己去当诱饵 为了自己放弃逃生的机会 那么即使有秘密要瞒着自己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萧辰表弟 你小心一点 看着萧辰拿剑对着黑衣人 萧玉兰担心地说道 萧辰轻轻地摆了一下手 她没有回头 随手挥舞了几下断水剑 随后一道清纯的能量线条 从魂兵之上涌出 很快便与体内的青龙武魂建立了那种奇怪的联系 这断水剑不愧是玄阶初级的魂兵 萧辰明显能感觉到 从青龙武魂那传来的力量比起月影刀来说 强大了不止一个档次 看着眼前挥舞魂兵的萧辰 这黑衣人感觉 萧辰的身上好像多了一些不同的气势 这气势带着层层的威严 隐隐间竟让他感到了一丝压力 眼前之人 真的是只有下品舞者的境界吗 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但疑惑一闪即逝 眼中的光芒重新变得凌厉起来 我还是那句话 萧辽交出魂血玉 我立刻离开此地 你和身后的女娃都有大好的前程 没必要在这里丧命 握着断水剑的萧辰 脸上的表情变得从容起来 我劝你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了 这魂血玉我是不会给你的 先不说你是否会说话算数 这魂血玉也是我拼了性命才拿到的 而且我还损失了一柄魂兵 岂能随便就把这魂血玉交给你 黑衣人的脸上蒙着面巾 看不到任何表情 只要小友肯交出来 我可以立刻赔偿你一柄玄结的魂兵 不比你手势的这把刹 这魂血玉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 竟然值得他用玄结的魂兵来交换 难道他们想要封印的不是五阶的灵兽吗 心中有些疑惑 但是萧辰脸上的表情却不变 他淡淡地笑了 让我来想想 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 你为何还要给出如此优厚的条件 与我进行交换 哦 我知道了 你怕和我们交战元气消耗太大 如果接下来要是被萧结的护卫发现之后 就不好脱身了 对不对 黑衣人被萧辰道出心中的打算 眼中射出一道精芒 他立声道 幸就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了 蹭地一下 黑衣人不知从何处抽出了一柄两米的长剑出来 这长剑可能就是他说的 准备赔偿给萧辰的玄结魂兵了 萧辰从未见过如此长的剑 他一时间微微地有些惊讶 一道剑芒闪烁 黑衣人已经栖身过来 本应缥缈灵动的长剑 却被黑衣人使得霸道无比 像大刀一般竟是劈砍削剁得很招实 配合他那两米长的剑身威力更是叵测 萧辰本就不擅长兵器 而对剑法却更加不通了 只能靠着青龙武魂的强大力量 和附在剑身之上的电芒 勉强与之周旋 顿时显向还生 砰 两人再次对上了一剑 剑身之上传来巨大的反振力 将萧辰的身体向后击退了好几米 体内元气更是波动起伏 长剑之上蕴含的内劲 在体内肆虐着 萧辰怕是受了不小的内伤 而此刻的黑衣人 他自己也不好受 青龙武魂的强大力量 和附在剑身之上的奇异电芒 每次对碰之后 他都感觉到手掌发麻 如果不是此刻两人的境界相差太多 他手中的大剑可能早就被击飞出去了 努力地压制住体内的伤势 萧辰屈指一弹 紫色的火焰在指尖旋转了好几个圈之后 嗖的一声朝黑衣人射去 黑衣人挥手就是一剑 大剑之上亮起一道剑芒 轰的一声 大剑遇到火焰之后发生了一道爆炸 爆炸过后紫色的火焰居然没有熄灭 腾的一下窜到剑身之后自上而下燃烧起来 很快地就烧到了剑柄之上 黑衣人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然后非常果断地在紫火穿到剑柄之前 将长剑插在了地上 就是现在 雷神破 萧辰快速地将断水剑交到左手 体内的紫雷绝快速运转 纯粹的雷属性能量涌出了右手 随后在空中形成了一道璀璨的电光 向着黑衣人积射而去 这雷神破虽然只是黄阶低级5G 但其速度比这一般的玄阶也要快上不少 黑衣人在放下大剑之际 应该是没有机会躲避的 不吃 璀璨的电芒 轰的一下激在了黑衣人的身上 一时间黑衣人的身上亮起了霹雳啪啦的电光 不停地闪烁着像是一个电人一般 消沉心中大惊啊 这黑衣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武器 竟然将元气化作沙衣覆盖在全身 将雷神破的金芒全部挡在了体外 黑衣人大喝一声 将还在燃烧的长剑重新提了起来 他的身体暴射而起 消沉还来不及反应 一道火芒已经出现在眼前 雷神盾 被子雷真火包裹的长剑 狠狠地打在雷神盾之上 巨大的力量透过雷神盾的阻隔 已经变弱了不少 而盾中的消沉 却还是轻轻地吐出一口心血 可见这一剑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老夫这一生还从未被一个下品武者逼到这般境界 消沉 你是第一个 黑衣人像是发狂一般 提着火焰滚滚的长剑 不停地轰击着神盾 大剑每踢一下 消沉体内的气血就翻涌得更加厉害 消沉脸上的血色慢慢地消失 变得苍白无比 身后已经回复了元气的消雨兰 见消沉情况危急 顾不得自身的伤势 到飞身上前 一掌劈在了黑衣人的身上 可此刻的黑衣人全身都布满着元气化上的沙衣 连雷神魄都可以抵挡 那么消雨兰这一掌又能有何作用呢 只见黑衣人回身就是一剑 将消雨兰劈飞了 混蛋 消沉痛呼一声 将雷神盾撤去 使出雷盾将倒飞出去的消雨兰接了过来 消沉表弟 我刚刚一掌 已经将一品红的毒输入她的体内了 只要在她身上 划一条伤痕 就可以要她的命了 消雨兰倒在消沉的怀中 她虚弱地说道 黑衣人大小 哈哈哈哈 天真 以为将一品红的毒性放在我的体内 就可以杀得掉我 别忘了我的武魂是什么 这世上没有毒可以杀死我 听到此话之后 消雨兰苍白的脸上变得更加绝望 消沉度 消沉阳